近日一则关于曾经的影后马苏的谋料在网上爆出 让广大网友哗然 这则谋料不仅揭露出马苏隐藏多年的黑历史 更让他成为了娱乐圈中的老宝 据传马苏不仅私生活迷烂 更频繁更换男友 甚至还公开调侃小鲜肉 他堕落的行为让他沦为了被网友辱骂的对象 有网友直接点名马苏是娱乐圈老宝 最近一段马苏参加太原老葛生日会的视频 在网络上广为传播 引发了人们对马苏的质疑 视频中马苏与太原老葛手玩手亲密合影 并称赞对方越来越帅 与他在娱乐圈建立的高冷形象难缘被折 经纪人试图化解这场危机 但马苏的声誉已然扫地 太原老葛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头号网红 拥有上千万粉丝 他以直播带货为生 产品主打低价连货 但常年的直播商业化作风和有争议的言行 使他在公众中口碑参思 此人曾在直播中大谈恋爱观念不正 引来女权主义者批评对象化女性 马苏出身顶级演艺圈 代表做有青春偶像剧《一个朋友》的来信 两人来自迥然不同的世界 平日里挤无交集 此次马苏亲自出席太原老葛的生日会 明显具有目的性 从视频来看 现场装饰元素过多 配色也偏向网红风格 马苏一身白裙孤身现身 与他在娱乐圈红毯时的盛装打扮不同 这里的氛围没有娱乐圈的奢华高雅 而更像是在迎合网红文化 有知情人士爆料 马苏与太原老葛不存在私交 纯粹是通过经济团队联系 以金钱交易达成合作 马苏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太原老葛的生日会打扣 以提高他的人气和销量 但现场反应一般气氛也比较尴尬 太原老葛粉丝并不买马苏这样的高龙女神来助阵的说法 戏称我们老葛也不需要靠人设吸睛 这种做法遭到很多网友的非议 马苏不顾形象降低身价 沦落到给网红打工有失提头 他在镜头前对太原老葛阿谀奉承的表现 与他在娱乐圈树立的冷艳形象大相径庭 网友讽刺他为了金钱不要脸面 不如去当网红 还有评论猜测马苏是想见网红市场重新掀起人气高峰 但他铤而走险的做法不仅毁了形象 还招致谩骂 这就不得让人提起2017年 当时的娱乐圈掀起了轩然大波的夜宿门事件 起初知识网友们在直播间向贾乃亮提问 李小璐去哪了 贾乃亮一笑回答道 我老婆做头发去了 这一简洁而幽默的回应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而事件的主角之一李小璐 似乎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然而最受伤害的并非李小璐 而是那位声名狼藉的马苏 就在耶稣梅事件曝光的瞬间 马苏迅速现身并发布了一组截图 试图为李小璐和皮锦案澄清局面 然而卓伟一位娱乐圈评论员 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了抨击 使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 有人爆料称 马苏不止一次涉及类似拉皮条的行为 而他与贾乃亮有着近20年的交情 却似乎在这个事件中被叹了老朋友 此外每年都会卷入李小璐的争议 却一直没有获得更多的戏剧机会 这让人不禁思考 是否是他自己在寻找麻烦 丽辰曾经曝光了他对马苏的看法 马苏这个人智商着实令人担忧 行为举止也相当大胆 丽辰的这番话不禁让人思考 马苏是否在娱乐圈中过于张扬 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形象 这种糟糕的局面 不会没有人站出来谴责 而那个勇者竟然是黄一青 在社交媒体上 黄一青曾高声表示 要揭露马苏的不光彩行为 并且他有确凿的证据 情势变得紧张 马苏试图与黄一青协商 但协商未果 随后 马苏起诉了质疑他的黄一青 然而黄一青在社交账号上 发表了更加恶劣的言论 使马苏的名誉跌入谷底 事业全面受挫 马苏只能退出公众视线 失去了浮光烈影的流量和机会 在这种风暴中心 自我辩解往往不受听众接受 任何争辩都想往火堆上浇游 越描越黑 但出人意料的是 在冯波平息之后 马苏凭借参加演员请就位节目 而重获关注 虽然这里不开导演耳东声的帮助 但马苏却不容易改变 在他看来 娱乐圈的规则 他比任何人都了解 他毫不畏惧 继续在这个领域奋斗 结果却再次卷入争议 著名记者卓伟 曝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称马苏对黑人有一种特殊喜好 多次被卓伟拍到 与黑人在各种场合亲密互动 无论是在水中 酒吧 还是其他地方 毫不掩饰的马苏 甚至被拍到穿着情趣内衣 卓伟的报道 让如今的马苏 变得异常低调 马苏似乎是一个多面手 对待任何事情 都难以保持专注 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 他从不深入交往 似乎可以轻松操控任何人 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在他未成名之前 马苏通过一场寝室聚会 结识了富二代范金涛 当时他正为如何开展自己的演艺生涯而烦恼 范金涛的家庭背景 让他眼前一亮 于是他开始巧妙地接近他 他们在私下里频繁交往 这种暧昧关系 没有瞒住马苏的闺蜜 当闺蜜得知时 他选择了退出 看起来几乎是为了让马苏和范金涛 有更多的空间 这个决定变相成全了马苏和范金涛 马苏并没有止步于此 他开始向范金涛寻求资源 而范金涛也乐意提供 范金涛的运作 使马苏成功出演了电视剧《大唐歌飞》 这部剧汇聚了许多实力派演员 为他的演艺生涯铺平了道路 然而 马苏的感情生活也是多舛的 他在一次晚宴上 认识了奥运冠军孔令辉 两人竟然迅速追入了爱河 这个决定不仅让他和范金涛分手 还引发了一场家庭冲突 范金涛的家人不满意这个决定 他们曾经为马苏付出了大量资源 如今他却选择了别的男人 马苏和孔令辉的感情 一度看似坚步可摧 然而 他的生活始终充满了绯闻 他与男演员吴奇隆 在一部古装剧的片场关系亲密 媒体开始关注他们的亲密行为 这一次 孔令辉没有公开表态 不久后 他又被传出与吴京的绯闻 并且还卷入了更多的猜测和争议 然而 马苏并没有因为绯闻而退缩 反而继续积累负面新闻 他的感情生活备受瞩目 甚至传出与吴京的桃色绯闻 马苏并没有停止在事业上前行 在一部电视剧《思路豪侠》中 他与男演员杜淳有了密切互动 媒体炒作这段关系 而孔令辉再次站出来为他证明 这一系列感情纷争 似乎成了他事业生涯的背景音乐 然而 马苏和孔令辉的感情也面临了挑战 孔令辉在一个访谈节目中提到 希望在婚后 他能够将更多的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上 但他只是笑而不答 似乎对于这一规划不太满意 最终 他们分手的消息传出 这一决定让许多人感到惋惜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11年的风风雨雨 孔令辉的人性有问题的评论 引发了更多猜测 揭示了马苏的复杂性格 他出道至今代表作有武侠篇天龙八部 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华语武侠剧志 他在片中饰演智囊型女主角阿子 深受观众喜爱 还有红高粱似水流年等多部经典作品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屡屡夺得影后的殊荣 可谓是站在了演艺圈的巅峰 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丑闻扭转了他的命运 又报道披露他死生活混乱 多次背叛丈夫 还与已婚男性有染 他一时间口碑扫地 令人对影后这个称号大跌眼镜 丑闻爆出后 马苏早遇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暴力和刀德审判 工作室解约 广告全部下架 大量代言被取消 片约也成为零 原本聚焦的镜头全部离他而去 马苏仿佛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了谷底 就在外界都在讨论 马苏该何去何从时 他却悄无声息出现在了一个街边小谈 一不负往日风光的马苏 穿着朴素的居家服 一个人在夜市买榴莲和气球 如果不是偶有记者认出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就是三料影后 在镜头下 马苏神态自若 丝毫没有明星架子 就像一个普通中年妇女 享受着夜市小吃带来的乐趣 他接受着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痕迹 不再刻意掩饰包装自己 曾几何时 马苏需要全副武装出席各种社交场合 而今天他可以轻装剑从 做回真实的自己 如今马苏退去了曾经的光环 但是在无数网友心里 老保的名号估计是摘不掉了 如果他可以收敛一些 现在也不至于沦落到这般田地 今年4月 马苏所出演的电影《海的尽头》是草原 荣获第41届香港金像奖 最佳亚洲华语电影 马苏获得这个奖项也引发了争议 作为公众人物 他的私生活是否该受到如此严格的审视和批判 马苏的表演成就与个人道德之间是否难以两全 这些疑问值得我们深思 但归根结底 一个演员最重要的还是演技 我们期待马苏带来更多出色的作品 用实力证明自己 总之 娱乐圈充满了光鲜和矛盾 但我们应该以更理性的眼光 看待其中的人物和世界 给予明星足够的空间和尊重 同时也要珍惜真实的 有深度的娱乐作品